欢迎委托人是一位山东返乡创业代表 王远虎您好 您好 您好 今天写信给谁的 我写信给我的爱人 创业一路上爱人应该没陪着你少吃苦吧 是的 我是来自济南张秋区双山街的办事处 三间级村的一名创业者 我是也是我们村第一批返乡创业的大学生 我媳妇也陪了我 一路走过来受了不少的苦 当初因为我的父母也不同意 他的父母更不同意 因为他家庭条件比我好 我媳妇呢 他就说即使别人都不支持 我也支持你 我支持你回来 从北京回来 因为你学一之用 这是你的梦想 最初是在北京工作的 对对对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我辞职的时候是在03年辞职 当时我是一个月是16800 我领到了16800的工资辞的值 还挺高了 我是03年回去 前开动物医院 然后养猪场呢 我是从07年 从07年然后边开着动物医院 然后边去养猪 你去给动物做手术的时候 这养猪场得媳妇看着吧 对啊 我养猪场 是那时候 你比如我出诊啊 还有我在外面回不去的时候 我稀不可能就去看了养猪场 他在养猪场里面会分担哪些职务 会做什么呢 去配猪 去接产 就把这些工作他揽过来 有一次我那个受伤了 他就去替我去打扫猪粪 去打扫卫生 这猪粪有多重啊 他那个一车子这一两百斤啊 真的有的时候不要小看一个女人 和你同甘共苦的决心啊 只要你拿真心来对待 听说大学那会儿 你就特别的爱折腾 已经开始做买卖了是吗 对对对 因为我呢 就是上大学呢 也是学生会主席 也当了三年的班长 我就觉得呢 一直不能虚度大学的一些时光 这个呢 我觉得我们呀 你提前去社会 尤其农村的孩子 你要提前去 去锻炼自己的能力 那时候呢 我就锁着了一百多个学生 零一年的时候 零一年的一个暑假 我们就能挣两万四千多块钱 结果我们去领钱的时候 我们那个代理商跑了 哎呀那一下就是 我一屁股就坐在他那个门口里边 他那门锁了 我就坐在那门口了 因为背后是什么呢 我背后 我要至少至少 我要给一百多人 有八千多的工资要发 这还不包括我给他承诺的 你给我完成多少个订单 我要给你多少个奖励 还没有那些奖励 只是基本工资就八千多 当时 我跟你短短几分钟的聊天 我能想象 您媳妇看上你就是 爱折腾 好动的性格 这个希望自己一直不断地去尝试 不断地进步 是不是 问问你媳妇吧 是这样吗 对 这里是接收区 她的媳妇少青就坐在我的身边 欢迎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张修双山街道办事处 三建训村的李少青 刚才说到 您吃了很多苦 但是我觉得以你的性格 有点苦中作乐那意思 是吧 现在回想起来 对 苦是苦 但是当时也是很开心的 像我们做兽医的时候 你看生病的小动物 经过亡羊虎的时候 就靠腹了 我就觉得挺好 是吧 现在这个养猪场有多大的规模 我们三个基地 这个散养的黑猪达到一万头了 这个规模算大的吧 按照一般的这种 普通白猪的话 我们不算大的 但是按生态养殖的方式 来散养的 我们算大的 生活越过越好 日子越来越红火 对 今天在舞台上 我们就要听你们的故事 今天呢 丈夫还给你写了一封信啊 要感谢这么多年来 你的不离不弃 我们来考验一下 他的文笔好不好 好 来 我们一起来听听 好嘞 黄远虎 我们投地信封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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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篮子吃的都是你们的产品吗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的黑猪肉做的一些加工的产品 因为我们现在有三家基地 我带来的是在我们的湖南的基地 你这生意都做到湖南去了 对对对 我这是跟着组织 然后东西部扶贫协作 济南帮扶这个湖南的湖西 我就去了湖西 然后品鉴一下 不能光说得好 吃得好菜吃 你看一下 这个生加工了就好了 要不然的话只是这个出产生猪的话 它只能够赚个辛苦钱 对对对 有了自己的这个加工企业以后 一下子就好了 这个这是我们用的黑猪肉的纯精肉制作的 一斤精肉制作四两 你侃侃而谈的时候 你有没有留意到您太太的眼神 你看她这么满满的骄傲感 而且对你是有一种仰视的 是 又崇拜她了是吗 对 谈恋爱就这样 真的 对 袁虎她身上有一种力量 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 就感觉她永远能看到方向 能吸引着我 就愿意追随着她走下去 这个但是我觉得呢 没有我是不想到这个创业 但是没有我媳妇 确确实实是没有今天 发展发展不得这么快 其实你回到家乡 也带着家乡人一起致富了 对 所以从我们创业初期 小两口创业 一个小的养猪厂 现在呢 发展到三个基地 一个加工厂 这些年当中还获得了很多的荣誉 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济南市百花奖的一个奖项 我呢也是山东省的 农村青年制服带头人标兵 也是山东省的乡村好青年 全国农村青年制服带头人 这是国家级的荣誉啊 对 袁胡是济南市山东省的人大代表 也是 济南市还是山东省的人大代表 对 袁胡有没有在自己的这个岳父大人 岳母大人面前嘚瑟一下 哎呀就说起这个很遗憾啊 我们结婚的时候 他二老包括所有的亲戚代表 就没有一个人参加 是社群跳窗子出来 莫了一个天下之大不为 一个人出来和我参加 瞒着爸妈跟你结的婚 对 跳窗户出来的 不是瞒着 是硬跳窗子出来的 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 到了一五年了 也就是该结婚的时候了 但是他父亲是坚决了反对 老爷子现在怎么样啊后来 半年以后去世了 对 那你没有等到老爷子的 对 认可 我们 做一个遗憾 但是我相信啊 因为在最后的时候 就是到第六个月的时候 我岳父已经非常非常的认可我了 他不用言语表达 但是你看 比如说回到家里 有两个馒头 可能热的不够了 还有个梁子 他肯定帮着热的 像像像给我吃 但是没 还是有点遗憾 后来你们小两口 把日子过得这么红和 然后又拿了这么多的荣誉 如果说老爷子能 如果能看见啊 能等到啊 我们也是说了多次 如果要是岳父 他能等到我们今天 看到我们今天的幸福日子 他说 他说的 我媳妇说的话 就是 说我和幼儿 我得成了朋友 妈妈身体还好吧 妈妈身体很好 妈妈替爸爸看的 我有时候我也逗我妈 我说你看 我自己找的这个女婿行不行 我妈就会用这个 当地方言刷 着实行的 就着实行 对 所以说这 我觉得我最大的力量 最大的力量 也是我媳妇对我那份 那份支持 所以圆虎你看啊 你们能够创业成功啊 原因在哪里 因为我相信也有很多 比如说 这两年的大学生毕业以后 就业压力很大 所以在现在的情况下 怎么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像你们一样 从没有资源 从没有人的这个支持开始 开宠物医院 到开这个生猪的养殖场 到现在的全产业链 成功的关键在哪里 我们知道了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有自己爱人的支持 还有什么是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说我是很幸运的 说我除了在我的创业过程当中 有我的爱人对我的这么 不离不弃的那份理解和支持 我还有我的柜蓝 就是我的初中的老师 高书珍老师 现在也是我们村的党委书记 高书记 听说人家书记也是你的老师 把自己房子抵押了 贷款给你们去办企业 对 把仅有的一套房产证 给我抵押上 高书记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来 掌声邀请 您好 高书记 请坐 您以前是圆虎的体育老师啊 对 我在农村 当了八年体育教师 当体育教师的时候 我是二十二岁 当时王圆虎在学校里 这个学习也好 这个并前年还好劳动 从小看苗嘛 当时我也看到这个孩子不错 是这样的 您把您自己家房子都抵押出去了 对 您就这一套房子吧 对 您有孩子吗 自己几个孩子呀 两个姑娘 两个姑娘啊 对 但是您把房产证拿去抵押之前 跟你俩女儿商量过吗 跟您爱人商量过吗 对对 说实在的啊 我找的这个对象啊 也比较好 他比较挺我的 这就叫好是吧 比较挺我的 也是我的老师 也是他的英语老师 英语老师 哦 他也了解他 对 他对这两个孩子呀 尤其对人和比较了解 押这个房子 我叫这个对象 去签字的时候 对 他也得签字 对 他说你得干啥 你得把我押出去干啥 我说 就是为了帮助他 把这个竹养起来 得拽下去 他要跌倒了 我就丢了来了 更何况 多少年轻的 不愿会撞你来干谁 所以说我就 也有我的梦想 我要坚守我的理想 就是要把这个村 一定叫他扶起来 一定叫他托贫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人才来的 我一定要抓住 您赌对了 我一定要赌住 我们开场刚说了 就是国家是小家的港湾 小家是每个人的归宿 对 这个咱们这一方水土 这日子过得多红 有咱们这样一个带头人 真是 我查一下 高书记 全是支持了我 你就像去年 去年为了引进人才 引进我们的 乡村真心合伙人 去的时候 高书记拿了三百万 给他带了三百万 用什么带的 用自己的荣誉 自己的奖章 自己的火炬 火炬熟 高书也是火炬熟 因为我是全国 优秀党务工作者 又是全国三百 红旗族标柄 其实中年大庆 我乘上了 三十三号彩车 我也是十九大的 特有联系 一九年大庆的时候 对 您在经过天安门广场的 巡游队伍的彩车上 对 我是从严直到 那个车上的 我 我还隆心 所以我又有责任 有义务 让更多的青年来 成长起来 只要是把 各人的幸福 只有外边的时候 给更多人的幸福 来了的时候 我们都幸福 国之大致 我觉得人人都应该 有这种情怀 家国的情怀 只有他们小家 都补起来 我们这个大家 就更好 只有爱国 爱家 爱当 我们这个国家 就更强盛 更富裕 真好 说得真好 你们三位现在 其实都奋战在 乡村振兴的第一线 经常有的时候 我们说年轻人 在面临选择的时候 会觉得要去一个 大的城市 机会更多 然后实现自己的愿望 也会更容易 但是今天听到 你们的故事 我觉得舞台 无所谓大小 只要心中有热血 就能够照亮脚下的土地 即便是回到自己 那个小乡村 像那一片小小的热土 诞生了多少优秀的儿女 舞台无所谓大小 只要扎得深 只要敢想敢干 哪儿都能够开出 希望和幸福之话 对 是的 我也深有体会 因为我也是一个经历者 和健康者 从我是第一批 第一批的创业大学生 你看在我们高老师 高学习的支持之下 我们一路走过来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 121位青年 就是返乡的大学生 都是返乡大学生 对 青年党员 还有河队军 那一个村啊 我们这一个村 现在就已经这么多了 农村确确实实 有个更广阔的舞台 适合年轻来回去 和我们一起 跟着去共同地去努力 让农业 成为了让人羡慕的行业 让农村成为了让人 孝王的地方 太好了 今天袁胡写了一封信 觉得这么多年的 创业的经历 一定都浓缩到了 这封信里边 有对家乡的感谢 有对妻子的感谢 那我们一块来听听 他在信里头说了什么 好吗 好 好 亲爱的媳妇 少卿 转眼我们相识 相知相爱 十九个年头了 回想这十九年 我们经历了太多 在创业过程中 太多的忙碌 太多的大事小事 总是在冲淡 削减我们间的甜言蜜语 今天借着这个舞台 向你说句心里话 其实我十分十分在意你 在意你的意见 在意你的理解 在意你的支持 因为我觉得 我另一半的满意和支持 远比百万资金 更有力量和作用 我始终记得你的那句话 别人都不支持你时 我也支持你 因为你要学以致用 我也永远忘不了 曾经我的承诺 我若折腾到要饭 要一个馒头 也要让你吃饱了 我再吃 现在两个孩子 也逐渐大了起来 我也会继续兑现承诺 尽量多抽出时间 陪伴你们 带你们去看 外面的世界 去欣赏 去亲近 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 我爱你 我爱我们的家人 今天是给自己的爱人 写了一封信 但是在今天 我觉得也是一个 感恩老师的舞台 有什么想对 自己的老师说的 知道 老师 我今天也借这个舞台 向你说句心里话 没有你的支持和理解 鼓励 也没有我们的今天 当初就是低头拉 只懂得低头拉车的时候 你让我们知道 要抬头看路 要去了解更多的政策 让我们沾上了 汇农政策的光 让我们的企业 和我们的个人 快速地进行了成长 谢谢您老师 我们会继续支持你 因为你没有你的示范 在动 我们村庄也不可能成为 全国的威名村 全国的乡村子的示范村 我继续支持年轻人 暂时飞翔 为乡村振兴 处置处理 年轻人们加油 有请乌兰图雅送上 我们都是追梦游 每个身影 同阳光奔跑 我们会洒汗水 回眸微笑 一起努力 正做春天的骄傲 懂得了梦想 越至越有味道 我们都是追梦人 青山满水飞 向天体跑道 你追我感动 起云涌重唱 海阔天空 敞开温暖怀望 我们都是追梦人 在今天勇敢向未来报道 当明天幸福向我们问好 最美的风景是拥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